第482集 神城是一个风云际会之地 东荒的大能 中州的皇族 北渊的巨步 时常惊险踪影 此地的一切 极度的奢华与繁盛 最先却号称神城八大仙家酒楼之一 悬浮在半空中 若是一片穷楼玉宇 宫殿的一砖一瓦 都是玉石刻出来的 归美而壮丽 如梦似幻 叶凡与李黑水婉拒了其他人 与大夏皇子和妖月空 登临最先却 小泥谷自然也同行 白雾缭绕 这片宫阙坐落云端 雕梁化洞金碧辉煌 仿若来到了古天亭 几人腾空而上 踩在白玉阶梯上 向后望去 云雾迷蒙 浮含下方世界 好像真的登临了仙界 敢问上天 是否有仙 大夏皇子心有感慨 随口吟了一句 叶凡一正 往昔种种 与现在对照他一阵失神 这个世界 修士可飞天断地 笑傲长空 云雾脚下过 顺兮千里行 若是在故乡 他已是神仙 白雲大道 铺盏向前 如同天之桥 他们漫步在上 一步一步向前走去 许多灵琴针手 在云雾间飞舞 巍峨的宫缺间 十六名妙龄少女 凌空飞来 降落在云雾间 向他们恭敬的诗礼 引领几人向前 最先缺 非常讲究 复古建筑 像是经历过千百事 刻下了岁月的印记 宏伟不失一种 名为底蕴的沉点 李黑水笑道 这里的一切 属于北渊黄金家族 岳空兄 你就不怕引来麻烦呀 来者是客 他们不会无力 自砸招牌 邀岳空武力惊人 同北南巡对手 不久前 曾与黄金家族的船人 打了个两败俱伤 结下了仇远 贵客 这边请 十六名妙龄少女 都是不弱的修士 然而在此 却只能引路 以及帮客人 针灸布菜 叶凡神色一动 南天门 前方红尾巨门上 刻有这样三个骨子 走到这里 脚下到处是云雾 大夏皇子介绍 这是 效仿传说中的 古天庭而见 显然 他是这里的常客 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古天庭之说 距今一万多年的青帝 提过一句 他要见天庭 曾列出这样的格局 结果终究陨落了 腰月空解释道 青帝 是万载前的妖族大帝 是颜如玉的仙人 他究竟活了多少年岁 不可考证 很难说清 叶凡心又怀疑 该不会 真有什么古天庭崩塌了吧 不可能 只是青帝 提了那么一句而已 大夏皇子摇头 穿过南天门 前方无比的开阔 分为四片区域 有春夏秋冬四景 这里 叶凡惊讶 远比在地面见到的开阔 宫阙很多四大园区 竟有四大季节的不同景象 这里有四片结界 虽然无法与古之圣贤 开辟的小世界相比 但也几乎快自成空间了 北原黄金家族 对空间之道 有很深的造诣 旁边的一名少女 柔声细语 请贵客选择园区 最终 叶凡选择了东京 自从来到这个世界后 他还从未见过 雪花飘零的季节 清冷的空气迎面浮来 这片公雀银庄素果 鹅毛大雪飘舞 他们站在公雀下 眼前一片白茫茫 叶凡一阵失神 想到了过去 同样飘雪的季节 那些人与世 如今 相隔一片星雨 很难再相见了 又相飘来 苍进的梅树 凹雪迎风 在苦寒中绽放花朵 在冷冽中 飘洒晶莹 他们坐下来 一边饮酒 一边看雪赏花 别有一番风情 几杯梅酒下毒 连白衣小尼谷的小脸 都喝得红扑扑的 大眼睛亮晶晶 叶凡打趣 公主殿下 你可是出嫁人 怎么能够饮酒呢 白衣小尼谷 并没有捡去发丝 以雪白的帽子 遮在里面 他皱了皱秀气的鼻子 小声咕弄道 我在入室修行 早听闻 佛教有诸般神通妙述 皆是世间奇数 只是从来未曾见过 邀月空开口说道 叶凡就是想向佛教方面领 想旁敲侧击 释迦牟尼的消息 不过 大夏皇子与小尼谷 都没有戏谈 现在的佛教什么呀 过去佛还是如来佛 叶凡暗中让李黑水 逮问出这句话 佛就是世尊 没有其他名字 那释迦牟尼是什么佛 叶凡漫不经心的问道 白衣小尼谷 红扑扑的小脸 顿时一致 亮晶晶的大眼 盯着小酒杯 不再多说什么了 大夏皇子神色正重 唉 我们还是不要提这个名字了 在西末 这是一个禁忌 我也想确切知道 发生了什么 翻遍古籍 也只能得出一句话的结论 从此 佛教侮辱来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叶凡不解的追问 似乎是 佛已经灭渡 大夏皇子说完这一句 缓缓摇了摇头 李黑水端起酒杯 小雄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他自己引下去 都说到这种地步了 你还支支吾吾干嘛 重新掉我们胃口啊 大夏皇子名为夏一鸣 白衣小尼谷 名为夏一林 相熟后 几人称呼便随便了起来 说是世尊 又说不是 叛徒可能与他有关 还有说 他是佛的魔鞘 大夏皇子夏一鸣住口 再不肯多说 皇子殿下 都说到这里了 你就不能再具体一点吗 这便是我听闻的一点密心 再无其他 万不可说出去 不然又杀神大祸 什么密心啊 谁会杀我们 我们不要再谈这些了 真的没有一点好处 大夏皇子夏一鸣 坚决地摇头 夏兄 以你的身份 还有忌惮吗 佛教的事 我们真的不要多说什么 下一鸣抬眼四顾 望着茫茫大雪 虚弥山 那可不是一般的地方 见他如此 众人也不好深问了 大夏皇子 也确实所知有限 叶凡问了另外一个问题 佛教存在多长时间了 自古长存了呀 小尼古萝莉夏一鸣 纯净的大眼中充满了疑惑 一副你怎么连坠都不知道的样子 自古长存 叶凡吃惊 佛教先于两千年前的释迦牟尼 早已存在 这让他正正的出神 东荒知道佛教的并不多 不知道佛教长存 自然没什么 要悦空 笑着对尼古萝莉说道 叶凡思索 在星空的另一段 关于佛教 虽传为释迦牟尼所创 但是此前就早有佛徒 与其说是其开创 不如说是其发扬 在一些古经中有记载 释迦牟尼游历时 见佛徒损身修行 认为不是正法 此后便有了如来之法 他觉得一下子抓住了什么 便没有再深问了 细细地琢磨了一会儿 才回过神来 宫阙外 一望无银 白茫茫一片 大雪纷飞 梅花幽香自苦寒中来 几人把酒言欢 这桌酒业 价值五百金元 已相当的昂贵 但和传说中的鲜艳比起来 那可真是小巫见大巫了